所以你看這個籤詩呢 一開始跟你講其實還不錯 因為你是用國運籤的角度去求 對不對 那某種程度大概也象徵 就是說國家這個時候 可能得到了一個能人 那到底是 這也很妙嘛 因為你現在想想看喔 不是啊 在我們現在 因為這大年初二嘛 大年初二前你看 也不過還不到半個月的時間 我們才剛換一個新行政院長啊 然後你現在這個籤詩 就叫抒情敗相啊 這是不是一個很妙巧的 對啊 然後你在看裡面寫什麼呢 你野性輸喔 蛤 野性輸 真的耶 大一小微小的差別 哈哈 這也太蠢了吧 真的野性輸喔 然後你看 除了抒情敗相之外你看 第一句話叫 明顯有意在中間 不需祈禱心自安 你不用心裡一直講的祈求呢 慢慢一切就會安穩下來 然後你看 看看早晚日過後 即時得意在中間 即時得意在中間 其實主持人抽這籤詩 已經很明白 告訴你你想要問的國運籤的意思啊 看起來這個今年的國運籤 應該是不錯的啊 就是輸上去之後 一切國運就變好的意思 而且妙的是 對 妙的是你看 他剛剛我們講的 不是敗相風和的敗相 那敗相這件事情 我們才剛換行政院長一陣子 然後這一位是蘇院長 然後這一位是蘇丞相 你看一位這麼巧的事情 我好會抽 真的 我覺得你今年應該去抽一下樂透 對 你這樣做大獎 我每年都會刮的